不過現在呢 川普的第一個內閣人選 已經正式出爐了 而且他有個非常特殊的名詞 叫做冰山女士 簡稱冰女 他其實哦 本身是川普這一次競選團隊的經理 叫做蘇西威爾斯 出任的是美國第一位女性的白宮幕僚長 川普是怎麼形容他呢 他說他是駐證美國史上 最偉大的政治勝利之一 甚至他形容他是一個強悍的人 精明甚至呢還有他的創新能力 受舉世敬仰跟尊崇 就是川普這樣子來形容 他的一個個性 還有他的特徵 尤其我們會認為說 他本身就是川普從政路上 最大的推手之一 因為在2016年 還有在這一次的最新的選舉當中 他在背後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說到未來 他的新角色是白宮幕僚長 白宮幕僚長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你可以想像說 他是一個總統的守門人 負責監督政府的事務 還有白宮的事務 甚至這個人選 提名也不需要參議院來通過 所以有雜誌說 他根本就是川普世界的新大佬 甚至威爾斯 他已經67歲了 深耕佛州非常久 是當地非常有名的政界人士 從1970年代開始 開啟他的政治職業生涯 2010年的時候 他開始幫助商人斯科特 當選了佛州的州長 在2015年的時候認識了川普 也變成他佛州的競選聯合主義 在2016年的時候 他也幫助川普來競選 另外呢在2018年的時候 川普也請他幫忙 委託他幫助這個德桑提斯 來競選 也成功當選了佛州州長 所以現在這個川普背後 從政路上的最重要女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來歷 我們一起來看 川普宣布當選發表演說時 提到的蘇西 讓不少人好奇 這位蓬松前髮的蘇西 到底是誰 蘇西在川普競選團隊中 扮演重要角色 因為極少在螢光幕前露臉 全美民眾對他很是陌生 蘇西是佛州資深政壇人士 這次川普成功重返白宮 在競選團隊操縱大旗的蘇西 如今也將成為美國第一位 女性的白宮幕僚長 川普的第一任政府 不少人後來跳出來反對他 因此他也比以前 更加重視忠誠度 儘管蘇西在華府的經歷很少 但他和華府很多人關係良好 蘇西也在X平台發文 說自己已經準備好 至於川普國家安全顧問2.0 川普首任時的國安顧問 歐布萊恩被抗好接任 歐布萊恩曾呼籲明確承諾 保衛臺灣 點名中國是比冷戰時勤的蘇聯 還更大的威脅 而至於國務卿一旨 華郵華日與CNN都點名 同樣抗中挺台的佛州參議員 蘇比歐 日本政治學家小裕元 新信則分析 川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 會更強烈反映個人意志 不過還是得注意 川普政權會不會讓對中強硬 淪為政治口號 QB新聞早報道 剛剛看到的是川普的內政 但接下來他的外交之路會怎麼走 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 尤其有過去他常常說 自己跟這個普清 俄羅斯的總統兩個人 麻吉麻吉的 但是現在最新的發展是如何呢 昨天我們才跟大家說 所告的雖然克里姆離公一再強調說 普清沒有打算要公開的 來祝賀川普勝選 但是沒想到時間才過一天 馬上情況變了樣 川普自行宣布當選之後 將近兩天 普清馬上在公開的場合說 恭賀這個川普勝選 甚至他也點名了 說他在這個當時被槍擊的 狀況之下呢 依舊展現出男子漢的風度 這樣的風度也讓他非常的激漲 所以現在大家很 在特別關注的是 過去兩個人握手交好的畫面 未來有沒有可能再度重演呢 因為喔 包括普清自己是暗示說 兩個人有機會攜手重整世界 甚至呢 川普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雖然說 還沒有跟普清 兩個人真的通過話搭上線 但是他未來是有機會 跟對方來通個電話的 就是目前川普的最新說明 但如果是這樣的態勢之下 倒霉的當然是烏克蘭了 尤其是澤倫斯基非常緊張 如果今天喔 俄羅斯跟美國聯手把烏克蘭 逼上談判桌的話 俄羅斯很有可能要求烏克蘭 割去更多在烏東及烏南的土地 變成他勝選的一個戰利品 而且澤倫斯基現在也非常緊張 趕快呼籲國際要加大對俄羅斯銀行的制裁 如果不趕快施壓的話 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等了快兩天 俄羅斯總統普清終於現身 祝福川普贏得2024美國總統大選 雖然先前克林穆林公才說 普清沒有計劃祝賀川普 但普清一開口似乎就在暗示 江漢川普重整世界 甚至讚揚川普像個男人 另一頭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和法國總統馬克宏 在布達佩斯會面 澤倫斯基表示 相信川普也希望儘快解決俄武戰爭 曾倫斯基還批評 國際對俄羅斯銀行的制裁 遠遠不夠 因為國際制裁起不到作用 澤倫斯基呼籲若不加緊施壓 後果不堪設想 北約秘書長也跳出來表示 希望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之下 繼續支持烏克蘭 我希望美國繼續支持烏克蘭 因為如果讓川普總統勝出 它會從西方的弱點 史托騰伯格表示 若普清贏得戰爭 顯然是凸顯西方國家的弱點 特別新聞 走到老 不過現在普清再出狂言 除了再度的力挺一中之外 現在他甚至把矛頭指向台灣 我們說他是怎麼 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不認為中國大陸在區域內 奉行的是一種侵略的政策 反而是台灣 台灣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企圖掀起類似烏克蘭的危機 用來吸引外界支持 這話當然說得很白 尤其當然大家看到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陰見不遠 有沒有可能 未來影響到新的台海局勢呢 我們來看到 中俄兩個的兄弟情 雖然沒有正式的簽約成為 正式的軍事聯盟 但是呢 雙方的這個友好程度 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之後 的確開始向上升級 在2022年的時候 普京跟習近平兩個簽署了 無限制夥伴關係協議 但是不到三個星期呢 就出兵烏克蘭了 2024年 今年的時候 又變成一個深化的新時代 全面升級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所以到底台灣要如何因應 也考驗現在的執政政府 中俄果然是 成雄斗地的好媽氣 普京七日出席論壇 被問及中共話風一轉 提到台灣 任何扭曲台灣主權地位的說法 都無法改變中華民國台灣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的兩岸現狀 中俄河流持續破壞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個普丁他自己個人的講法 目前全世界好像很少有這樣子的講法 超越嚴厲譴責 而普京除了要挺北京的擴張行徑 是否也因為涉及俄烏戰場呢 外媒1月Wire日前報導 前雷神公司發言人胡振東 上網路節目揭露稱 台灣的美制英式飛彈 已經透過美國管理的第三方機制 全球倉庫間接轉讓至烏克蘭 胡振東否認說是媒體斷章許意 我沒有說 中華民國的英式飛彈在烏克蘭 而透過美國這種武器戰略 剩餘物資的機制 台灣就曾在1980年代獲得丹麥的F 如果台灣要邁出去 一定要經過美國的同意 因為這個第三方機制轉移 這是法律 不管哪個國家 英式飛彈在烏克蘭 我不曉得是誰的 可是還是不錯 至少可以打下俄國的飛機嗎 我們要說這個距離是有可能 繳回給美國 其實我們也是省去了處理飛彈的費用 對我們來講也是義大利多 所以美國要撥給誰用 那基本上不是我們管的 是否我也只能做 不能說 雖然我國空軍處理的英式飛彈 產權已經不屬於台灣 事實俄烏戰爭仍挑起敏感神經 TVB的新聞 花生生年幼成業風味 劉婷婷特報告 其實很有趣的消息是 在這一次的美國總統 正式出爐之後 基本上確定是川普回國白宮之後 其實在Google的搜尋量 其實很大爆量的 竟然是如何移民到加拿大 所以當然大家可以想像 針對川普回歸很多人都有疑慮 但川普如果回歸 有誰在美國待不下去呢 我們先來看到這兩個人 一個是非自願一個是自願的 我們先來看到非自願的部分 就是他了哈利王子 他其實在之前呢 出了一版回憶錄 沒想到也幫自己惹上麻煩 因為他在裡面寫了說 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吸毒 雖然說他現在定居在加州 但是呢在當時申請美國簽證的時候 也因為他自曝有吸毒史的關係 所以當然也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還有疑慮 當時川普就說了 如果哈利王子在申請美簽的時候呢 沒有照實透露他過去的吸毒史 就會採取適當措施 所以嚴重到什麼狀況呢 是不排除會驅逐出計 而接下來他的移民文件 目前是被保密的 未來也很有可能會曝光 再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非自願的 但是自願的 反倒是在這一次川普 他的勝選工程 背後的幕後工程 我們說的是馬斯克的女兒 他的馬斯克的女兒呢 叫做維維安 他說因為看不到在美國的未來 因此宣布要離開美國 但是喔說到馬斯克 跟他的目前 我們說他是女兒 維維安 當中過去就有非常的過節 因為呢在2022年 他當時提交申請更改 性別姓名的時候 就已經宣布 跟他的爸爸斷絕關係了 馬斯克曾經就說了 他認為自己被 現在的女兒 跨性別的女兒 欺騙 也認為說 維維安已經象徵性的死亡 就是目前這個在川普 回歸 可能回歸白宮之後的最新情況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呢 就是經濟情況了 美國大選剛剛落幕 聯準會宣布降息一馬 不過大家更關鍵的是 如果川普上任之後 鮑爾聯準會主席還呆不呆得住呢 因為川普在之前就多次不滿 鮑爾的政策 但是鮑爾也強調說 絕對不會自行請辭 美國大選過後 聯準會7號宣布再降息一馬 今天 聯準會主席鮑爾 強調儘管通膨率接近百分之二的目標 但縱觀美國未來經濟局勢 仍有不少不確定性 但川普重返白宮 外界難免擔心兩人之間的摩擦 川普曾多次公開譴責鮑爾的決策 但鮑爾堅稱絕不會請辭 專家分析鮑爾任期尚未結束 川普可能沒辦法輕易換人 而美股受到降息 以激勵標普五百上漲百分之零點七四 納斯達克上漲百分之一點五一 威達上漲百分之二點二五 都創下新高 特斯拉上漲百分之二點九 台積電ADR大漲百分之四點一二 川普的經濟政策被認為是勝選關鍵 選民寄予後望 等著看他是否能夠兌現承諾 TBS新聞總和報導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吉他 驚記